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父亲是一名人医 从小而入牧展 医生要有永不放弃的精神 可以打造一流的动物医院 能够给宠物更好的医疗环境 作为他们的守护者 延续他们的生命 这个是我的期待 我叫江碧秀 我出生在台湾的宜兰 宜兰是一个很淳朴的小镇 1989年第一次来到上海 那时候我是带了一只小贵宾 后来93年成立顽皮家族的时候 很多人不了解 这什么叫宠物医院 什么叫宠物美容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帮一只狗狗做造型美容要50块 可是人的美容洗法才要10块钱 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是这么一个行业 跟现在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境界 现在对于这些宠物就像他们的家人 真是极尽的宠爱 不只是重视领养 还要相泼 就是跟人一模一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现在真的是非常进步 宠物行业在上海如火如荼的在上升 为什么人们愿意为宠物付出这么多 除了工作压力之外 让他们在宠物身上得到慰藉 更重要的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迅猛 让自己享受之余 那他更有余力来为这些小动物们做出这些爱心的回馈 那我们这边的台湾医生大概占了差不多60% 对医生来说 他们除了喜欢足够的病力量 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外 先进的设备 学习 这个成长 也都是他们最期待和需求的 所以他们会想在上海继续发展 我喜欢上海的天气 上海事迹分明 上海晚上12点 我都不用担心 因为治安特别好 所以呢 渐渐渐渐渐 我们就定居在上海 也习惯在上海 这也是我许多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触 2024年 对中国的这个宠物行业啊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世界小动物兽医师大会 会在上海举办 就好像是兽医界的奥运一样 那我认为到时候啊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中国兽医的这个实力展现给全世界 在疫情以前 那我们每年都会找台湾优质的医生前来这儿做学术上的交流 促进这个两岸小动物医学的发展 那我们也期待疫情赶快结束 尽快再恢复两岸动物医学的交流 那这个也是台湾许多许多的医生 和我们的医生期待的一件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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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